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和大家看回一些又是和賣豬仔相關的新聞。 美國的非牟利組織全球反詐騙組織 在5月30號Facebook公佈了兩宗泰國老人事件。 一件什麼事呢?我們一齊看看。 如果我們去到泰國大家都記得小心點。 分別是一個大陸百萬粉絲女網紅、 還有一個台灣遊客在曼谷被人落若年之後被人綁架老到緬甸。 其中這個百萬粉絲女網紅已經被詐騙集團強暴和軟禁了。 現在他們組織希望可以努力刑救他。 這一個全球反詐騙組織就說, 這個個案是一個中國大陸百萬粉絲女網紅, 就在曼谷的一個知名酒吧被人落若, 他第二天醒來就發現個人已經在KK園區。 目前根據消息所知, 他已經是被詐騙集團強暴軟禁, 而現在組織就希望可以研究到他。 第二個個案是停留在曼谷五日的台灣遊客, 他一樣都是被人落若, 醒回時已經在緬甸老街, 而緬甸的園區就要求他給5萬美元的贖金, 如果不是就要加入詐騙集團做這個詐騙行為。 由於這個台灣男人不願意從事詐騙活動, 所以他嘗試由4樓跳下去走人, 目前已經癱瘓了, 就在緬甸的醫院接受治療。 其實隔了一段時間, 這些緬甸的KK園區或者是賣豬仔這類東西, 已經是死灰復燃了, 甚至乎現在是明目張膽在泰國的酒吧, 出名的酒吧落藥, 落藥後還要被人帶走了。 當時還有很多人說這些是謠言, 但是現在這個非牟利的組織, 就講了有這兩個這樣的案例, 都是在泰國乃野的。 現在其實疫情又放寬了, 那個出行措施就沒有以前疫情那時那麼麻煩啦, 讓大家都可以去旅行啦, 所以大家如果是去這些東南亞地方, 記得小心保護好自己, 不要喝任何陌生人遞給你的東西, 因為好容易是乃野的。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